作詞 作曲 打責任 作曲 編曲 敬禮 編曲 敬禮 謝謝 各位請把今天發的 一篇文章拿出來 韆佬山馬 他可以 是好 需不需要安排人 填他自己一样 OK 你们看那篇文章里面 有一个表格 我们先拿回来 所以第一个事实 客观事实就是说 人类价值的延期的部分 我没有说我讲的是 对是错 但是哪 有这个例子 我可以把它远展出来 告诉你 因为我们现在 你参与的这些 所谓环境这些问题 环境等等 不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是人类自己找出来 搞出来的问题 你要了解 地球有历史以来 46亿年的所有气候变迁 是最近8000年最稳定 最近8000年的稳定 才产生今天我们人类的稳定 而这8000年的稳定 在地球史上 是最不正常的时段 那这个最不正常的 最稳定的时段 是因为人类自己 把它破坏掉了 所以现在要进入地球正常的不稳定 这个很调诡哦 那么在这里 我要给各位检视一个 就是请翻开那个新的文章的那个 新的文章 那是2006年写的 我去上一次那个 有一个什么 蔡康永的那个 那个节目 观点 360还是什么 那翻出那个表格来 那有一个表格 看到那个表格 第二个要大家重视的这个客观事实就是什么 人类也进入这个三大阶段 大致上 因为通常人在谈到环保等等都弄不清楚 谈到圣态都搞不懂 什么是自然人 什么是文明人 他的界线基本何在 基本的界线 所谓的现代的文明人 基本界线是从工业革命 文明互相之后的工业革命之后的 你就是呢 开始产生 你到对现在机界的 机界力的介入的这个部分 那就叫做文明人 那可是过去呢 又可以分成两大阶段 就是农业文明的人 那接着呢 另外一个就是原始人一样的自然人 大致上这三大阶段 各位 那这三大阶段呢 第一个我们看看来比较 第一个就比较生活的物质 自然人的生活物质是什么东西 所有在自然里面的 就跟也是动物一样嘛 超多嘛 对吧 他所能够使用的器材 资源 任何的东西 全部是完全取材于在地生态系 在地生态系 荣业的人呢 他虽然也是当地起材 自给自足 但是呢 多少已经有一些应用到外地之眼 那现在文明人的最大特征在哪里 他所使用的物质跨越时空 你看看你昨天去吃到什么 北海道的什么东西 这个美国的这个熬虾 什么虾 那你吃的 特别是我们每天生活都在用到是超过几十亿年过去太阳能储存在石化的东西里面 你把它抽取出来的东西 你知道你现在的任何行为 你的手机响了拿起来听一下 这个在你150年前的老祖墓 他认为这个除非你是神 否则做不到不是吗 你搭飞机 哇这不是比孙悟空还厉害吗 所以你们现在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的行为 基本上就是以前古时候的人认为的神仙嘛 现在人的文明人的最大特色使用资源跨越时空 使用超过几十亿年的太阳能在构火你知道吗 第二点 所有物质的能量单位 维持一个人可以生存的 假设叫做一个单位的话 那么农业的人大概30到300个单位 我们现在的人每一个人台湾平均每一个人大概是3000个单位 算句话说 你今天每活一天 你耗损的能量资源 就相当于有3000个原始人在牺牲掉他的资源 提供给你 我经常在讲 现在所有什么样的运动 所有什么的最基本的价值的改造在哪里 拜托你不要用3000份可以吧 你用2500份会死啊 对啊 真好啊 你比较看起来很有德性的样子 你用2000好不好 1500好不好 所以这是一个减法的时代 可是你会发现到 不是这样 整个世界在鼓吹 恰好是逆其道而行 现在讲到的最大最成功的人是什么 现在最成功的人伊尔盖茨什么样的这些 贾伯斯 OK 这些人也很可能从地球史上来看 他是最大的恶魔 现代人所谓越成功的人是什么 消耗最大的资源 产生最大的垃圾 制造最大的危机 哇 我要睡了 找一个比较好睡的地方睡 因为这样很辛苦 你是义工帮忙很辛苦 所以就会很累 我告诉各位 你们累了 千万不用客气 就趴下来睡 有桌子的人趴下来睡 因为睡一下再起来也比你在那边撑 还好多了 人是自然的 你顺其自然 这个减仿的这种思维 第三你来看垃圾 自然的完全没有垃圾 台湾的荣业时代不仅没有垃圾 各位 台湾在三四四五十年前 你会叫我 乞与一招 台湾的回缩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 不是讲现在 三十年前 继续看看 七十年以前 尤其那建劳战后的时候 那段贫苦的年代里面 什么西人不讨厌 那回缩比高业还比较厉害 不但把自己的所有的垃圾全部吃光 还把全世界的垃圾都集中到台湾来 到一个什么 你看高雄解体船的王国 全世界第一名在台湾 另外呢 二人心为什么会搞出利母利事件 把全世界的会五金通通用来我们这边 然后酸去洗 然后把一条河流 整个那个洗出来 重金属都到河流里面 那个下游的母利一打开都变成绿色的电镀 台湾曾经后来呢 台湾的这个垃圾问题真的是叫死人 不要再岔开来 岔开来就完蛋了 OK 那我们再看 在垃圾来讲完全没有 那么熔烈时代呢 也几乎是少量的 然后可循环 那现在的混音人呢 超量的在常态根本无法分解的 地球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存在的物质 拼命的生产 然后呢 很毒化的东西 一直在进行 接着第四 比较的就是除夕的观念 或知眼利用的模式 这一点最好玩 在原始人的话是什么呢 八个字 直起当下直当下起 哇这个很深哦 那其实是最简单 所有的东西 他就能够有一个 野鹤无良 天自宽 什么意思 这只鸟根本没有想到 他下一餐在哪里啊 狮子老虎 去打累了以后 有没有成立 入肉银行 没有啊 只有极少数的动物 狗狗啊 他会咬骨头 会去把它 塞起来 对啊 儲存起来 松鼠 啊 他快要沟通了 丢个一段 在那里 可是呢 他的头脑不大好 经常呢 到底存多少都忘掉了 所以就帮他传播 大部分在帮人家传播 基本上 你生物 自然人 直起当下直当下去 是没有除夕的观念 是不会去 有额外的需求 吃肉就好了 那只鸟 吃肉 其他的动物都不大怕了 那么在农业人来讲呢 这个呢 已经是什么 他已经有除夕观念了 在文明人来讲呢 道进祖先及未来世代的 未来财 在现在都用光 你们去看看 现在台湾人 所有所好贵的资源 是牺牲我们的土地 我们未来子孙的财产 拿来在现在给他用光 第二个牺牲第三世界国际 台湾如果按照永细发展的标准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土地的生产力 跟我们所使用的是平衡的话 不会负债的话 英国人用一个名词来形容 叫生态足迹 那么台湾的生态足迹 我给他算一下 是二十几倍台湾的面积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所使用 除了台湾岛使用不够 大概要去抢 二十到三十倍的台湾面积的世界 其他资源拿来这个用 以前二十四季在整个资本主义 全球发展的时候 他们赚进第三世界的人的钱 现在第三世界的中国已经结起了 他开始赚大钱 请问他要赚哪里的钱 是不是从第一世界真的能够全盘抢回来 那么原来那么那么容易成为爆发户 台湾曾经在从四年五年五年年代开始的整个经济发展 哇台湾籍 已经开发到一九九年高期最好的时尊啊 那个时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到 中国继续发展下去 从生态观点去 最不可怜 维持往复 除非 整个世界的人类像夜球 像火星盗起新的资源 否则 隐踏西部 这一方面我要演展出来 那很多 我们暂且按下 接下来看奇异度 在自然人的系统里面是七向极向 什么都达到 达到达到最高 农业时代呢 达到达人的身体减小 生态的起义度减小 到了现代文明人呢 把所有的带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你现在到东京的深厚 跟在台北的深厚 跟在纽约的深厚 几乎都一样 已经撕掉了文化的起义度 撕掉了生命的起义度 撕掉了整个自然的起义度 所有都起 最麻烦 一旦有个不适应 你知道在演化上 整个生命之时 会能够演化最主要是什么 便利 然后天折 当通通没有 变化的时候 环境不利的时候 接着 所以谈到第六项 韧度或循环度的问题 在原始生态体系 它高韧度容易恢复 遭受到什么样子的破坏 你看看地球上最大的灾难 就是那个小行星 硬直撞击地球 就那个最严重 那另外呢 可能在今年会有一点影响的 就是那个什么东西 太阳的黑子的周期 那在这里你会发现到 它有高韧度 在自然生态体系里面 极不容易被击垮 随时都有机会翻身 我们随便讲一个 相关比较小的 你看看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最近十几年来 台湾的蚊子越演化到 越来越恐怖了 演化成了什么 你只要一天温度稍微提升 蚊子马上就活跃 联系冷下去就没有 只要有一天出来 原来它的 life cycle life span 没有那么短 现在的蚊子已经适应了 整个激烈震荡的气候变迁 建在了白拉斯 很多的这个 立国性定毒的东西 那个演化书里更是吓死人了 那绝对不是你教科书要念的 你没有办法跟得上 那这些东西在谈什么 在自然生态体系里面 最重要就印了一句话 后生眼里 讲简单一点的话 你看 只要学界 只要把它讲成后生 你就觉得道理 后生懊为大将 这个叫做一句话 上苍有好生之得也 这样一人了解 这个就是自然的diversity 上苍有好生之得 那么农业时代呢 农业的这个社会 它是靠人力维持的一种特定平衡 它呢 韧度就没有那么高 那这个就是花给你们的这篇文章 李山 Satoyama的这个 他们利用那个农业系统的这个 但是他把它拍成非常像 是自然的这个生态体系 其实呢 它还是农业社会 然后呢 文明人呢 没有办法 单一化 高吹陋性 我们也订了一大堆 有一个电视广号 家里 它用了清洁剂 但是 连一只蚂蚁都没有 一只蚂蚁都没有的环境 人能猴吗 你们知道现在好多广告 其实是往往前前相反的 那一天刚 来 来 按下 接着 因为我不得不这样 要不然的话 现在年纪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 他们刀刀一讲 不讲不清 然后该讲的都忘掉了 然后不该讲的 讲了一大堆 这是七盖嘛 然后再加上现在 对吧 现在已经进入到杀业的这一段了 那何卫 接着我们看看 这个部分给各位参考 接着要谈到另外一个 什么叫价值观 什么叫意识形态 现今台湾的困境是什么 有什么叫意识形态